见到郭老师您好 课程消化和小组讨论 在我们一年级建立政治政见 打好文思基础中 占有很重的分量 几乎每天都有 请郭老师讲讲 如何更好的消化课程 以及小组讨论中 如何扣住主题 并请就这两部分的重要性 给我们一年级 以及短期班的家人 做一些勉励和指导 感恩老师 那你们不是都已经陆续开展了吗 对 对啊 所以你们在这个过程 几位助理老师都协助大家 怎么样扣住主题核心 深入 学习深入探讨 应该说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协助嘛 对啊 怎么样深入 去消化 他们会协助 然后你们听了之后就要认真去体会 认真去体悟 不懂 不懂的 不要装懂 不懂的就可以再问 就是保持一颗虚心学习 保持一颗开放的心 虚心学习 同样在这里 如果你医老卖老 或是那种傲慢的心 你就学不到什么 学不到什么 因为那个傲慢的心 他就把很多的智慧 增保 都把他排除掉 损失的是自己 所以就是随时一颗开放的心 虚心学习 那你越虚心学习 我们的几位老师 他们能够回馈给大家的 就越多 你能够吸收到的 接收到的也会越多 所以这些 应该都会陆续协助大家 怎么样扣住核心深入 怎么样练习 应用出来 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样练习去体会 去做出来 不用急 你只要每天都 好好认真的学习 我们一些干部 老师都会协助大家 OK